男主爱意值已经达到百分之一百 攻略成功 攻略成功后 穿越女离开了我的身体 可我不是穿越女 我是原主 我也不爱霸道总裁 我只想让她死 穿越女抢了我的身体 打着甜宠的旗号 嫁给强奸我的人 活活气死了我唯一的亲人 重生回备夺射的一刻 系统慌了 穿越女 男主 狗系统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1 下下 身旁的人面容俊美无双 一双指节分明的手 缝摸上我的脸庞 门外的庸人们纷纷笑 总裁和夫人的感情 真是七年如一日的好 门里 我双手被束缚 恶心的差点吐了出来 别碰我 滚 我的眼里没有一丝爱意 只有仇恨 上一秒还深情万分的霸道 总裁高义 瞬间暴躁 怎么又是你 你这个冒牌货 把我的下下还给我 他风味一样咆哮着 恶狠狠的掐着我的脖子 弯我的眼神里 满是憎恶和猙獰 窒息感让我几乎昏死过去 可我却讥讽地笑了起来 他不知道 他深情呼唤的爱妻 那个风头无二的顶流大明星 不过是他连名字都不知道的任务者 我才是真正的下下 安置下 穿越你抢了我的身体 打着甜宠的旗号 嫁给了强奸我的高义 婆婆气死了我唯一的亲人 任务完成后 一走了之 啊 数年前 我还是一个名不经传的小配角 参加一个网剧的杀青聚餐 好不容易有餐演的巨妖上映 我兴奋到喝醉 被同事送到酒店 难俗的情节 霸总高义因为种种原因错开了房 摸上床 在我醒来时 衣衫不履 浑身欲青 而始作俑者早已没了踪迹 我想报警 可就在这时 穿越女墙占我的身体 我听到他和系统对话 说这是一本霸道总裁爱上我的甜宠文 大致情节就是 恶毒女配给霸道总裁下药 结果阴差阳错总裁上了女主的床 一夜干柴烈火后 霸总以为是女主心机设计 对女主各种比异打压 女主一边反思自己不够自爱 一边带球逃离 霸总发现女主逃跑后 和女人 你竟然不图我的钱 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 她抢了我的身体 上演她跑她追她插翅南飞的毁三观剧情 在这期间 高义为了逼女主就范 设计把女主妈 也就是我妈妈的公司搞破产了 我妈被债务逼得差点自杀 轻微竹马的男友白出尘 费心费力调查出作案者 换来女主的感动 但不是对白出尘 是对高义 女主觉得 她竟然爱我到这个地步 竟然费这么多心思 只为和我在一起 我怎么能辜负她 于是她不顾家仇 转身就投入霸总的怀抱 我那含辛茹苦 独自抚养我成人的妈 因为女儿的恋爱脑 半辈子打拼的家业被毁 最终被活活气死 更恶心的是 这个所谓的女主 在白出尘和高义两个男人之间 反复横跳 她口口声声不依靠男人 却靠着当导演的初恋 和资方霸总吃进娱乐圈红利 她靠着绯闻和资本 一跃成为一线女星 各种暗箱操作 拿奖拿到手软 她把我深爱的白出尘 当作备胎 害她被高义找的人 撞断了腿 下辈子都只能在轮椅上度过 她管这叫深情难二 渣男贱女 无视对我身边人的伤害 换来霸总追妻的大团人结局 这些年 我在这具躯体里 身不能行 口不能言 无数次 我几乎恨到气血 可我无法阻止这一切发生 我甚至不能求死 直到穿越女攻略成功 我拿回身体的主动权 他们把这叫舔宠闻 去他妈的舔宠 想到这个外来者 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抢了我的身体 让一个强奸犯 成了我的丈夫 让我未婚先孕 害死了我妈 毁了我爱的人的一生 我就恨到不能自已 我用尽全力 对高义全打脚踢 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她 以致她很快就意识到 我不是她深爱的那个女人 三 我知道你是个好演员 想用眼镜迎接我的注意 我认输好吗 霸总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用高高在上的语气 说着恳求的话语 我可不想每天 对着一拖答遍恶心自己 看着她狂妄自负的样子 我做事又要吐 坏女人 我要打死你 快把我妈妈还给我 一个和高义九分相的小男孩 凑了上来 哪生哪气却恶狠狠 我歪头看着这个 不过五六岁的小孩 心里一阵恶寒 你那个冒牌货的便宜妈 不会回来了 听着我的风言风语 高义的脸色越来越不语 身上透着危险的气息 对了 忘了给你说 你的下下不过把你当个任务对象 换句话说 你不过是他众多男人中的一个而已 我继续激怒他 你说什么 高义阴沉着脸 又一次大力掐住了我的脖子 他还说你是最不行的那个 我从牙缝中憋出这句话 酣畅淋漓 高义脑子里不多的理智崩断了 他狂暴地掐着我的脖子 咆哮着 一片混乱中 我感到天旋地转 脑袋嗡嗡的 意识越来越模糊 就在我冰死之时 我依稀听到了久违的系统电子音 警告 原主身亡 未免崩坏 攻略任务失败 即将重启 四 再一睁眼 我坐在酒店凌乱的床上 头痛欲裂 时间空间的无缝扭转 让我有种被割裂的不真实感 一低头 被子随着我的动作滑落 看到浑身情欲的痕迹 我瞬间深吸一口气 我重生了 重生在被高义侵犯后 穿越女药来的那一刻 上一世 我宿醉醒来 意识朦胧 刚发觉自己不对劲 就被浑浑噩噩被夺了射 这一次 绝不能再重演 我内心高度欲紧 摇摇晃晃站起来 迅速在酒店的书桌上 拿起一支打火机 我点燃火苗 对准手心灼烧 剧烈的疼痛 让我的意识越来越清醒 这些年的遭遇 也历历在目 随着皮肉灼烧的剧痛而来的 就是滔天的仇恨 警告 入侵失败 一个似有肆无缥缈的声音 在我脑中响起 无论是施暴者还是狗系统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无无 上一世的穿越女 第一时间洗了澡 毁了所有施暴的证据 还拼命扮演傻白田 处心积虑创造和霸总的邂逅 刷任务好感度 这次 我毫不犹豫的直接报了警 在等待警察的时间 我拨通了男友白出尘的手机 白出尘接通电话后 先是欣喜 再是担忧 等到我说完自己的遭遇后 是长久的沉默 之下 你别怕 都是我不好 要是昨晚 我在就好了 你有没有受伤 你别怕 我马上就过来 白出尘没有想象中的责备 满是心疼和懊恼 他的声音迷迷已经哽咽 还拼命克制 白出尘到得很快 我也不知道 他怎么只用了十几分钟 就跨越了小半个城市 打开门 他整个人都是颤抖的 却在拼命冷静 安慰着我 我没事 我需要你帮我找个律师 事情先别让我妈知道 她会担心 我紧攥着手 指甲掐进了肉里 满脑子想的 都是怎么把渣男高义送进去 警察不到20分钟就到了 我冷静陈述了我的遭遇和需求 我要先到医院去验伤 提取残留在我身体里的DNA证据 并且开具证明 我精神和心理伤害程度的病例 以便法官做出更准确的因果判断 其次 请警方调取酒店监控 查看昨天是谁进了我的房间 锁定嫌疑犯 第三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酒店没能保障我的个人安全 我保留对酒店诉讼和追责的权利 警察愣了一下 似乎没想到我这么果敢 和平日那些痛哭流涕 手足无措的受害者 似乎有些不一样 六 门外陪同调查的是 酒店的总经理和客房部主管 女主管撇了撇嘴 用微不可见的声音咕弄着 准备的这么周全 搞不好是小明星的仙人跳 一抬头 就对上我冰冷戴着杀意的眼神 这与我是不是小明星有什么关系 您是说在警察还没有开始审理 并且我有证据 愿意配合调查的情况下 您怀疑受害者有罪 还是说贵酒店常常提供 仙人跳的条件和场所 这样我更怀疑我的遭遇 和贵酒店有脱不开的干系 否则一家正规星级酒店 怎么会让陌生人 错进了我的房间 并对我造成伤害 女主管没想到我会回队 而且这么调理清晰 我冰冷的语气 吓得她一个机灵 色缩着脖子 不敢再说话 总经理在旁边 气急败坏地瞪了女主管一眼 并对我连连鞠躬致歉 十分抱歉安女士 我们不是这意思 只是考虑到您的声誉 毕竟这种事情不太光彩 不光彩 我有什么不光彩 我眯着眼睛 步步紧逼 没 没有 总经理下意识地后退 瞬间气弱下来 白初晨看着这两个 拎不清的工作人员 气得牙咬的哥哥想 要不是警察在面前 他可能已经动手了 我拉了拉他 示意他冷静下来 因为我已经感觉到了 虽然外来者 没能抢夺我的身体 但剧情力 已经在冥冥之中展开 这些人的言语 就是在不断暗示 我不该报警 示意我发生这些 都是我自己的错 我不该醉酒 不该夜不归宿 不该独自在酒店 我被QJ 我很丢人 但我偏不如他们所愿 七 案件不复杂 酒店监控也极其清晰 一个男人深夜里 亮亮呛呛 从电梯出来 像是醉酒 他跌跌撞撞 闯到了我门前 刷卡 门开了 看到那个人的脸 监控室的保安惊叫了起来 这 这不是怀宇集团的总裁 号称国民男神的高义吗 刚说完 他就被另一个人捂住了嘴 语 千万别乱说话 这位主杂们可惹不起 看着监控里清晰的人脸 白初晨也变了脸色 没错 就是高义 那位23岁就继承家业 28岁就执掌集团命脉 叱咤商界的年轻大佬 有钱偏偏还顶着一张 混娱乐圈的脸 引得各路女粉饭花吃的霸道总裁 他不但年轻有为 也是白初晨后面 要拍的一部国民剧的重要资方 这位手握资本的高总 在娱乐圈也是数一数二的大金主 似乎一下让工作人员犯了难 之下 你想好了吗 白初晨握住了我的手 我知道他在担心什么 我那微不足道的演艺事业 在高义念前不过是蝼蚁一样的存在 可我早就想好了 这些年无时无刻不再想 吧 短短一个小时内 警方就传唤了这位国民男神高总 高义被带过来的时候 整个人还是懵的 在他看来 一个主动爬床的三流小明星 他不追究已经是天大的恩赐 竟然还敢报警 霸总的脑回路就是不一样 别人都是第一时间找律师 他却带着管家来向我施压 不过是一场醉酒 两个乱醉如泥的人一夜激情 我的时间很宝贵 你也别兜圈子了 就说要多少钱吧 坐在我对面的高大身躯 带着不怒自威的气势 凌厉而又英俊的面容上 带着毫不遮掩的鼻翼 他交叉着双手 敲着二郎腿 从这个角度看上去 宽肩吸腰 高义仿佛知道自己的天生魅力 对于周围人炙热的目光习以为常 没想到一抬头 就对上了我憎恶的眼神 高总 这话留着骗自己吧 都是成年人了 你不会不知道 烂醉如泥是用不起来的吧 我毫不留情地拆穿它 突 高义一口水喷了出来 呛得连声咳嗽 他和管家面面相去 完全没想到 看起来柔弱弱弱的小娇花 一开口就这么猛 醉酒会抑制大脑的中枢神经系统 导致勃起困难 所以你那晚真的毫无意识吗 我一针见血的质问 听到这样的话 高义扮上没说话 似是有些心虚 是啊 怎么可能毫无意识呢 那晚竟然出乎意料的甜美 高义不由自主想起来 脸上的表情很精彩 时而健眉微足 时而微甜尚醇 时而邪魅一笑 霸道总裁丰富的面部情绪转化 看得我脊皮疙瘩掉一地 酒 我用尽所有的肢体和面部语言表达 对这个自大狂的憎恶 然而高义误会了我的意思 他以为我在欲情故纵 我懂了 你说这么多 就是想让我对你负责 这不就是你们娱乐圈常用的路数 高义歪着嘴角笑 费尽心思想嫁进高家 野心真不小 虽然你是我目前 唯一不抵触的女人 那晚我也很尽兴 但是高家的门 没有那么容易进的 我拳头已经握起来了 疯狂想打爆他的狗头 然而这个蠢货 还沉寂在他妄想的世界里 我可以和你签合约 每年给你两千万做我的情人 如果三年内能生下男孩 我可以考虑给你转正 如果女孩也没关系 胸有成竹的 怎么样 你撤诉 我考虑和你在一起 你是裹小脚 裹到脑子上了吗 我忍无可忍起身 不用不好意思 觊觎我的肉体 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 不等他说完 我快步走到这个 所谓的霸总面前 微微一笑 狠狠一脚 用尖头高跟鞋 使出浑身力气 踹在了他引以为傲的地方 随着一声惨叫 整个世界清静了 十 一米八戟的高义 呲牙咧嘴 蜷缩成瞎撞 在地上无声打滚 旁边的管家 下意识地捂住了当 感觉身下一凉 同位男人的管家 惊恐地看着 在地上脸色煞白 失去表情管理的霸道总裁 感觉自己的第三条腿 也患之痛 你这是人身伤害 出于时刻 维护霸总的职业道德 管家瑟瑟发抖地开口 我这是对嫌疑人 言语侮辱的正当反击 你也可以选择 让外面的执法人员进来 我愿意死磕到底 别 地上打滚的霸总 强忍着痛苦 从牙缝里憋出一个字 他丢不起这个人 何谈失败 高义杀鱼而归 因为不可明说的疼痛 他夹着腿 小步小步地挪着走 早就在外面的娱乐记者 将高义为的水泄不通 咔嚓咔嚓 伴着闪光灯疯狂拍摄 听说高总调娼被传唤了 约炮女星被报警了 是高总没能让女方满意吗 还是说不肯给资源 所以女星反悔了 离谱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 直到有一个鱼记探 悄悄武当面色诡异的高义 问 高总您是约会后到现在还淡疼吗 没有 我不是 你别胡说 高义黑着脸怒赤 但这些鱼记对女性充满恶意的问题 也给高义打开了新的思路 十一 第二天一早 各种关于我的娱乐八卦铺天盖地 惊爆 三线女性早年绯闻黑料 一次爬床某自方大佬不成 某女性怒急报警 桃色满满 某导演你有劈腿圈外大佬 这些极具引导性的文字 将事件定性为一场失败的全色交易 断章取义的八卦报道里 还爆料出了 我是新锐导演白出城的女朋友 于是 我的剧是靠睡导演 我想上位 所以又铺上了千亿霸总 在公众的意想中 一切都顺理成章起来 刚刚杀青原本要上映的网剧 被平台直接封杀 紧接着 原本让我去试戏的几个剧组 都纷纷打来电话告知取消 我原先定下来的角色也被替换了 为原因都知之无无 互相推脱 这些动作出自谁之手显而易见 资本运作起来 逼我就犯 如果这样我还不明白 我就是傻子 12 妈妈一大早坐飞机赶回来 握着我的手慌得不像样 知下 你告诉我这些不是真的 她担心我的名声 怕人言可畏 高义能有今天的成就 是出了名的冷面冷心 商界权贵都要畏惧几分 以她的能力 捏死一个不温不火的小明星 轻而易举 妈 你要相信你女儿 我握紧她的手 可我刚刚听说那个坏蛋 宣布给小白的信息撤资了 如果不能如期开拍 小白恐怕要面临天价的违约赔偿 我妈依旧不安心 什么 我皱着眉头 没想到高义动作这么快 白初晨不紧不慢地 削了一个苹果给我 温柔地笑了笑 说 阿姨不用担心 我能在影视圈内有一席地位 也不是全靠资本 知下出了这样的事情 不必她撤资 我也绝不会和她这样的人渣合作 看着手机 APP上还在不断推送 关于我的负面信息 白初晨干净利落地关了机 她在微博上发了声明 说我是她从高中就在一起的初恋 和正牌女友 网络上的谣言已报警 将对污蔑者进行起诉 然而这一切却没有起太大作用 竟然反而让公众更加激动 白初晨作为新锐导演 长得一表人才 干净出众 是很多粉丝心里白月光那种 她拍过的很多剧 男主都会按戳戳 和身为导演的他组CP 结果这么一声明 所有人都知道她女朋友 是个名不见经赚的小配角 那些当红男星的CP粉都崩溃了 纷纷跑来留言 骂我心机表 倒贴 上位 我听到熟悉的电子音响起 声音微弱 请修正剧情 提升男主高益的好感值 完成任务将得到奖励 攻略失败将受到处罚 看了看周围 白初晨和妈妈神色未变 确认了这个声音 只有我自己能听到 看来夺射不成 系统不得不让我这个人主 继续完成攻略任务了 舆论的压力 爱人的事业 家人的安全 所有的一切都在逼我从了高益 走那豪门娇妻带球跑的剧情 可是狗系统 你惹错人了 13 在诉讼期间 我约了高益见面 如果我猜的没错 系统要的结局 只能是安之下 与霸道总裁幸福在一起 我第一次的死亡 导致了剧情崩塌世界的重启 第二次的反抗 让穿越女 没能成功夺取我的身体 这似乎从某种程度上 大大削弱了系统的力量 让她无法直接干预我的行为 这一次 高益依旧带着管家 得意中带着桀骜 还以为会让我等得久一点 没想到这么快 就忍不住来求我了 安小姐不过如此吗 她语言里竟是嘲讽 却又忍不住打量我 出乎她的意料 我看起来 并没有被网爆后的狼狈 我不清楚 作为一个保释在外的嫌疑犯 你在高傲什么 我一句话直戳她的痛处 女人 你这是在玩火 高益咬牙切齿 这著名的霸总语露 让管家不禁尴尬地皱了皱眉 既然这样 别怪我不客气了 高益冷笑了一声 一副生人无尽的高冷模样 你妈经营的那个小破外贸公司 我动动手就能让她破产 如果你坚持不撤诉 我就找人把你妈公司搞垮 还有让她出门小心点 别出什么意外 毕竟这年头酒价也挺多的 高益不过管家疯狂识眼色 狂妄地说 十个霸总九个狂 还有七个是法盲 你这是在威胁我 我看着他 对呀 就是威胁 对了 听说你还有个小白脸的男朋友 好像是个拍戏的 我在娱乐圈也算数一数二的金主 想要封杀他也是轻而易举 哦 听说高总要封杀我 正说着 他口里的小白脸 白出尘从里面的隔间走了出来 白出尘举着手机 在直播 十四 你敢拍我 高益怒斥 白出尘挑衅地看着他 知名导演第一次开直播 本来直播间就人满为患 结果不到五分钟 就吃出了那么大的瓜 直播间已经刷屏刷疯了 人气直冲千万急 一个三线弧星 不就是想要钱吗 还想办豪门 这样的路数我见多了 否则也不会私下约我 又联合白导社这么的圈套 逼我就犯 安小姐的心机 真是令高某佩服 高益看到白出尘举着手机 意识到 刚才威胁我的话 可能已经被拍下来了 赶紧混淆试听 管家掏出手机 看那上面刷屏的互动 一哥好帅 好想为他生宰 哇 一哥看我 我比这个外围女美 不 我还是更喜欢小白这一款 小白小白 我这生只想吃 喊 拉 撒 睡 你 你会断句吗 原本剑拔弩张的现场 所有人的关注点 竟然在高益和白出尘的颜值上 直播间俨然两方粉丝的花痴现场 谁比谁帅的问题 吵得焦头烂额 高益看了一眼管家递不来的手机 了然于胸 吃笑起来 娱乐时代 颜值极正义 可是我怎么会认他掌控全局 高总你不是贵人多忘事吧 上次您求我和解 说让我给你做情人 最后又说 生了儿子才考虑让我进高家的门 我已经用行动明确拒绝你了 怎么会是图钱呢 我说完还把录音放出 一线吃瓜的群众都惊呆了 什么年代了 非要生儿子 女儿不行吗 做情人 是不是说高总在外面还有别的女人 物化女性 多少是不是有点不尊重了 各种质疑声 从花痴的言论中陆续出现 然后背一句是用什么样的行动拒绝的 刷屏 宝宝 大家问你是怎么拒绝的 举着直播手机的白初晨 中雨出生 带着笑意 哦 就是对着她的裤裆狠狠踢了一脚而已 我娇滴滴的开口 直播间瞬间死记 15 高益一下子脸都黑了 感觉下身仿佛又痛了起来 她甚至能想象到 网友在另一头倒吸冷气和嘲笑的声音 她一个天之骄子 竟然被女人这么不体面的拒绝了 你这个贱人 竟然敢这样羞辱我 高益怒火攻心 冲上来要打人 旁边的管家死死拽着她 眉头已经快凝成了麻花 少爷直播着呢 我猜测如果不是因为打工人的身份 他可能会毫不犹豫地丢下这个脑残老板 果然如我所愿 评论区里瞬间一片 好可怕 想不到国民男神竟然是个暴力男 镜头前他都敢这样 我有点相信白小姐说的了 搞不好他真的是个罪犯 高益气急败坏 猙獰的失去了表情管理 而我和白初晨也首度当着所有网友的面 正式回复了这场闹剧 16 感谢大家的关注 占用公众资源我先向大家道个歉 但是最近我在被侵犯后 遭遇了有组织谋划的舆论攻击和网络暴力 所以我决定正式公开做个说明 这是我报警立案书 这是警察受理后的结果 我当日身体里残存的DNA比对完全符合 我收集到的头发也百分之百从生物学符合了 我同事的口供 以及送我回房时候的监控显示 我已经处于醉酒断片状态 排除了我主动或遵循自主意愿发生关系的可能性 案件清晰明了 证据确凿 这就是一桩明确的强奸案 没有什么阴谋论 与我是明星演员还是保姆 文员没有一丝关系 我不接受受害者有罪论 我不想嫁豪门 我有男朋友且忠诚于他 我坚决拒绝私了 只想法律能还我公道 根据刑法第274条规定 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 对国家机关 企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 个人进行恐吓 要挟或者其他侵害人身权利的行为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这位只手遮天的高总 已经严重威胁到了我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我会将证据一一提交给法院 还有之前在网上造谣我的人 我也已经报警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我会等待正义的降临 我一字一句 质地有声 白出尘对我头来心疼又赞赏的眼神 我当着公众的面 堵死了所有和谈私了的可能 也撕碎了网络上的水军八卦 直播间压去无声 原本看热闹的人 陷入了长久的思索和沉默 这一刻 我好像听到了滋滋的电流声 已然紊乱 17 一夜之间舆论疯狂反噬 等被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 高义意识到自己可能真的要坐牢 才慌了 保释出来 高义直接化身桌面清理大师 废物 废物 你们统统都是废物 总裁办公室里 他气急败坏的声音响彻楼语 公关部 法务部 财务部全体静默 垂头丧气 因为我的坚决不和解 高义必须随时配合调查 得益于他所谓国民男神的关注度 和上一场直播的狗血行为 人品的反差 让公众对他的霸总滤镜碎了一地 各路舆论八卦雄起 环宇集团股价暴跌 名誉扫地 财产损失惨重 我置之死地公开身份说明被侵害 并且全网公示立案书 医院检测对比结果 以及诉讼证明 他威胁我的录音等等 这些带着公章的法律文件 让公关舆论也不敢洗地 如果一个月后 终审判决不出意外 这个风头无二的大总裁 就要去采缝刃机了 如今 陷入绝境的人 变成了他 只不过 事情有些过于顺利 狗系统也很久没出来作妖了 我内心深处隐隐觉得不安 18 下下 橘子台一档独立女性综艺 邀请你了 还有之前一直谈不下来的古偶剧 既然主动要求你来担任女主 电话接得不停 通告骤然多了起来的经纪人 S姐兴奋至极 嘴角已经快咧到了后脑上 自从我公开刚完资本大佬高义后 网上齐刷刷都是各种对我的赞赏 什么正义女神女权 楷模不畏资本的标签 接踵而至 十年拍戏无人问 一招案情天下之 我的通告和代言邀请 一股脑涌进来 经纪人S姐 兴奋地像抢到了限量版的Burke一样 帮她都拒了吧 白初晨坐在旁边一桶冷水泼下来 白岛 你自个的心细资金还没着落呢 你让下下居细 是准备夫妻双双把家还 S姐不可思议 S姐 你混圈子这么多年 怎么不明白 如今在网上清一色 给下下立的正义女神认设 这背后怕离不了 高一公关团队的推手 既然打压不成 他们就是希望捧得越高 摔得越惨 下下现在敢接这个风头接戏 他们就敢说 下下设计那一碗 就是为了炒作薄流量 白初晨叹着气 继续看剧本 可是 白岛 你至少也为你自己想想吧 惹了高总 后面谁敢投资你的戏 S姐不甘心地追问 就这样吧 S姐 我替之下决定了 白初晨只是摇摇头 我肚子里熬了多少年 好不容易要出头了 你却开始摆谱 经纪人火大的冲我吼着 又委屈又愤恨 扭头就走 可我不能告诉他 其实是因为我怀孕了 19 我肚子里的孩子 就是大总文理 一发击中的小少爷 女主爱情路上的神助攻 上一世 穿越女用我的身体做攻略 我那经纪人S姐 为了名利 拼命劝说女主留下高义的孽种 穿越女经历了被污蔑 打压 抢角色等前妻一系列虐身 假意带球跑路 当接盘侠 爸总一边虐女主 一边对那一夜该死的甜美 念念不忘 某天无意间在医院 看到女主带着一个 和他复制粘贴一样的小孩 才幡然醒悟 开启追欺路 我看着这个孽种长大 为了妈咪所谓的爱情 小小年纪就面不改色 心不跳地陷害他人 也是这个小宝 在爸总追欺的关键剧情节点 偷走我家商业机密 让高义逼得我妈崩溃自杀 所以这一次 我怎么可能容许这个孽种降临 我不顾S姐的强烈反对 停了所有的通告和后面的戏 在白初晨的帮助下预约了医院 可没想到 再去医院的路上就出了意外 二时 白初晨开着车 我坐在副驾驶 绿灯还没亮起 车子突然不受控制的启动 我看着车直接提速到八十脉 冲了出去 刹车失灵 迎面一辆卡车急驰而来 白初晨出于保护我下意识的 打了反方向 卡车擦着驾驶室的方向撞过 我们的车翻进绿化袋里 浑身是血 已陷入昏迷 一瞬间 我脑海里那血淋淋的画面 与眼前重合了起来 上辈子我被穿越者抢了身体 高义找人撞断了白初晨的腿 我亲眼看见血淋淋的白初晨被抬出来 因为高义的设计 错失治疗最佳时机 后来白初晨一辈子都离不开轮毅 人生被彻底毁了 那时我只能眼睁睁看着什么都做不了 重活一世 难道真的要重蹈覆辙 这时 久违的冷冰冰的电子音响起 再次警告 请女主修正剧情 否则将会导致二号剧情人物提前死亡 21 白初晨 白初晨 我无视脑海里响起的系统警告 疯了一样去挤安全带 试图把白初晨救出来 不要 绝不能再让他们得逞 和上辈子穿越女走剧情的手足物错不同 我第一时间拨通了急救电话 救护车来的还算及时 白初晨被送去医院抢救 鲜血从他的腿上蜿蜒而下 白初晨的脸色苍白的像纸 医生在争分夺秒 结果急救通道被鱼记和粉丝堵得水泄不通 这群人推散在入口处 将话筒对上我的脸 担架过不去 后面的医生急得直冒汗 这时我的电话响了起来 一接通 霸道总裁高益的声音响起 他得意地问我 宝贝 车速吗 22 果然 车祸是高益设计的 这些人也是他找来拖延白初晨抢救时间的 我的愤怒已经到了极限 反而冷静了下来 你们不是想知道我去做什么 来 我给你们独家新闻 看着堵着门 谁也不肯动的鱼记和粉丝 我严肃道 你们每单个一秒钟 白初晨就多一份危险 这里有监控 出了问题 你们一个个都要负法律责任 也不知道高总给你们的钱 够不够你们蹲大狱的 听我这么说 抬头看看医院通道的监控 这群狂热粉赶紧把路让了出来 他们只是来拿钱办事的 谁也不想真的惹麻烦 我在接待室里 一边心急如焚 等待白初晨的抢救 一边接受采访 请问安小姐和白岛同车去做什么 据说是马路上激情导致的车祸 请问安小姐才经历了那种不愉快 真的这么快就走出来了 为什么没白岛伤的那么重 你为什么一点事都没有 你和这场车祸有什么关系 那些被高一安排过来的 狂热粉和鱼记七嘴八舌问题里 充满了恶意 我看着他们冷笑了起来 白初晨是我正经男朋友 我不和他同车 难道和你爸同车 你这么喜欢你妈头上饭绿光了 还有你 按摩棒插脑子里了吧 老娘正牌女友 不走出来难道还抱着强奸犯的酷腰立牌方吗 没有养三十年鱼的脑子 说不出这么惨的话 下面的鱼记脸都绿了 粉丝也是鸦雀无声 我出道这么多年一直柔声细语 娇花一般从不得罪人 而此时就像加特林附体疯狂输出 我挺直腰杆 对着粉丝举起的手机和记者的摄像机 严厉的大声吼道 刹车失灵 我怀疑这次车祸是人为的谋杀 各位有预谋的等在这里挡救护车 恐怕也脱不了干系 再等救护车的路上我已经报警了 交警在侦查 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 谋杀一说出来 威胁来蹭热度的人冷汗都下来了 还有高益这样下座的手段 你是垃圾 再做的也都是垃圾 我冲着镜头恶狠狠地抵了个中指 死言一出 下面一片哗然 二十三 幸好白出尘醒过来了 医生说他左腿小腿骨折 头上轻微脑震荡 手术很顺利 白出尘腿上打着石膏 已经脱离危险 我冲进病房 看到他躺在床上 脸色煞白 因为疼痛而双目紧闭 出尘 我眼泪一下就流了下来 别哭之下 我没事 白出尘伸出手 试图抚平我皱起的眉头 确认了他的腿没事 不会影响以后行走 我思索起来 上一试 高益找了粉丝 唯独抢救通道 单个抢救时机 害得白出尘后半生都离不开轮毅 这一次 他又顾忌重施 高益指望 我在慌乱之下撤诉就范 系统博弈 用男二的提前死亡 逼我回归霸宠追击的剧情中 我能感觉到 随着终审的临近 无论是霸道总裁高益 还是狗系统 都急了 尤其是我决定打掉 那个剧情里的天才小宝 这一人一系统 才纷纷铤而走险 可这也恰恰印证了我的猜测 从我第一次忤逆剧情 世界重启 穿越女抢夺身体失败 我报警 引发一系列蝴蝶效应 系统已经被削弱到 无法直接掌控剧情了 不能直接左右我 就只能通过身边人 和舆论威胁逼迫我 既然这样 那咱们就比比很大 24 肚子里高益的孽种 万万不能流 一旦孩子在 这个带球跑的总裁 追击剧情 就还有翻盘的可能 白初晨还不能下床 我自己去打胎 不出意料 一路困难重重 医生休假了 最近一个月手术都满了 没办法给您安排 不好意思 医院停电了 理由一个比一个奇葩 没关系 这家不行我就换一家 不幸这样一个小手术 全国都做不了 三天后 我走进了医院 你真的决定了 胎胎很健康 你们这些年轻人 就是造孽啊 打掉一个孩子 就是杀生啊 你怎么能这么残忍 果不其然 预约手术期间 护士开始了道德绑架 要不我抽出来 搁你肚子里 用你的卵抛 抚育强奸犯的孩子 我冷笑 你是不是那个小明星 怕不是私生活混乱来的 我要曝光你 护士准备举起手机 咔嚓 我抢在他前面拍了照 你干什么 护士有些慌 我要向你们医院举报你 堂堂三甲医院 遵从患者医院基础的 职业道德都没有 还侵犯我的隐私权 我要向卫生局投诉你 吊销你的医护执照 别别别 我瞎说的 安小姐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护士秒怂 你这个填写不规范 不行 登记不了 医生扶了扶眼镜 冷冰冰的说 哪里不规范 你不说清楚 我也投诉你 我眯着眼睛 而且手术单只能家属签字 手术做不了 医生继续 我来签 我妈妈走了进来 利索签字 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有手敲击着桌子 没有了 25 世界真的太小 我去23楼手术室 竟然遇上了 从18楼南科进电梯的高益 怎么是你 真会气 高益也愣了 咬牙切齿看我半晌 才注意到 我去产科楼层 我也注意到了 他是从南科出来的 高总怎么回事 这是夜夜声歌不行了 我讥讽着 没想到 高益竟然没有还嘴 脸色更差了 难道被我猜中了 按之下 你把我害得这么惨 我不会放过你的 高益伸出一只胳膊 把我顶在电梯里 你那小情郎车祸 应该最少三个月起不了床吧 后面的电影不能如期开胎 恐怕会赔到他倾家荡产 还有你的黑料 这几天 各家媒体就会发出来了 高益的胸腔 有无处释放的怒火 他似乎恨不得把我撕碎 不劳高总费心 车祸的事情 很快就会有调查结果 到时候谋杀 强奸恕罪并罚 我就不信你们法务部能翻案 我说出了高益最害怕的事情 哦对了 高总有精力 还是多担心担心自己吧 毕竟你这样的姿色 进去减肥皂 在里面很吃香的 就是不知道 习惯玩弄别人的爸 总瘦不瘦的住在下面 看着我远去的背影 高益气得要疯 这时电话响了起来 高总 我是安之下的经纪人S 我在卫生间 发现了他的验韵棒 又在他包里翻出了检查单 算了算日子 很有可能是那晚后年的孩子 26 高益听完后 疯了一样追出去 此时我已经躺在了手术台上 高益在外面疯了一样 大吼着安之下 安之下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 你要是敢打到我的孩子 我就杀了你 他让管家去查我在那间手术室 待人一间一间踹门 可是还没找到我 他就被围堵了 在电梯里遇到高益时 我已经发现 西让白出城第一时间联系了媒体 我在娱乐圈现在黑的发红 比我更火的是 堵车祸新闻 这些媒体赚得盆满钵满 一听说高总来看南科 这些人如获至宝 火速赶到 不是喜欢叫媒体堵门吗 我把高益用在白出城身上的手段 原封不动地还给了他 高总 听说您今天来看南科 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难道说高总之前 进入美男的人设 其实是因为不行 高总不会是因为 妒忌白倒某些能力 媒体七嘴八舌 把高益围得严严实实 摄像机都对到了脸上 面对镜头 高益黑着脸 看到别的女人都没感觉了 为了证实自己雄风依旧 他甚至找了几个 风头正盛的貌美女星 结果毫无反应 这对于一个政治壮年的男人 是莫大的侮辱 所以他才来医院检查 没想到 医生说的话让他更打击 那晚之后 不知为何 他竟丧失了生育功能 也就是说 我肚子里 极有可能是他唯一的子嗣 可这些他能说吗 他敢说吗 再耽搁下去 他就真得断子绝孙了 他内心胶着 愤怒的向记者挥拳 现场一片混乱 27 高益最终没能赶在之前阻止我 手术很成功 剧情里所谓 得爱情神助攻天才小宝 还是被我留掉了 期间他多打了无数电话 被我拉黑 再换号码再拉黑 后来我干脆关机 反正他来来回回 都是什么贱人之类的 也没什么新鲜词 这位霸总不但不懂法 词汇量也堪忧 医院因为被高益和媒体骚扰过 被多方投诉 加大了警力 我和白初晨在一个两室 今天我俩的乐趣 就是腻歪在一起刷八卦 从前因为事业顾虑很多 如今和白初晨对外大访坦白关系 反而让我们能明目张胆在一起 经过重伤和生死 更坚定了彼此的心意 打开手机 铺天盖地而来的娱乐头条 都是高益的脸 满屏的步行 难磕自瞎眼 他敢出手暴揍媒体 就要接受媒体用嘴揍他 从国民男神到一根牙签 高益一下成了全国的笑话 不过这还不够 我要再添一把火 28 喂 是税务局吗 我反手就匿名拨打税务电话 举报高益的环宇集团做假账 阴阳合同 偷税漏税 穿越你上辈子和他亲密无间 所以我也对那些脏账了如指掌 一个举报一个准 粗算了下 怎么也有好几十个亿吧 喂喂 是工商局吗 还有工商电话 举报他垄断 不正当竞争 走私犯私 传销和变相传销 请问是扫黑除恶专线吗 还有扫黑除恶 高益不是号称 黑白两道通吃吗 来来来 我每天举报电话打到废弃 讲起来没飞色舞 白除尘看着我逗着羊羊的样子 几乎要笑疯了 之下 你怎么这要牛 知道这些大佬的死穴在哪里 真是快准狠 我对着他打着石膏的腿敲了一下 不狠 我只是履行一个守法公民 应尽的义务好吗 撕白除尘疼得呲牙咧嘴 赶紧附和 对对 我老婆是正义女神 我永远支持你 哼 没个正经 他一眼 白除尘放下正在看的剧本 靠我怀里 那我只好吃软饭咯 走走走 我按着他的脑袋 大笑着和他闹成一团 白除尘虽然看起来鲜瘦文静 实际上是个极有主见的人 不需为他担心 我仰靠在窗台上 看着花瓶里鲜艳的向日葵 想到已经很久没有听到系统的声音了 也不知道 那个狗系统是能量不足还是出bug了 不过显而易见 时至今日 除非他再次重启世界 否则结局已定 29 废物 你们这群废物 这点事情都干不好 环宇集团大楼里高义嚎叫着 再次化身桌面清理大师 管家俯着额头 心里安安庆幸 把价值三千万的古董花瓶提前收起来了 不然又和他的心一样碎成渣 一审败诉 二审又败诉 再败我就要去坐牢了 我每年花天假 养你们法务部是干什么吃的 高义指着首席律师的头 入赤 原告的证据确凿 您没能第一时间带法律团队去找他和解 结果又设计车祸被找出新的把柄 我实在是 律师苦着脸 心里默默把刑罚点 民罚点又背了一遍 劝自己不要跟法盲生气 闭嘴 高义踹翻一把椅子 把公关部主管的头按在桌子上 还有你 你不是说能让舆论翻盘有利于我吗 老子砸了这么多钱买热搜 结果呢 千亿的身价 干不过一个三流小明星 你来给我解释解释 公关部主管崩溃的说 高总 本来舆论是有利我们的 可是您当着直播的面威胁人 又打人才让事情失控的 还有您非要找人赌白出城的救生通道 白出城的粉丝量本来就大 你还亲手揍了几个头号余计 媒体如今 我不听我不听 高义无情打断他 管家在旁边看着这桀骜的少爷 满是失望 就在这时候 秘书匆匆跑进来大声喊 不好了 税务局来了 工商局也来了 警察也来了 什么 所有人惊恐起身 现场乱成一团 慌什么慌 不就是查个账吗 高义自大的拍了拍桌子 可是下面第一次无人理他 财务 法务 和人士都知道事情的严重程度 突击审查 这么些年 高义为所欲为搞出了破障和灰色收入 够所有人吃一壶的 高总 我决定辞职 财务主管站起来 拘了个工 马里溜了 高总 我也辞职被搞得焦头烂额 案件毫无胜算的法务部负责人 也紧随其后 还有我 还有我 外面是工商税法的执法人员 里面的高层集体离职 和商业机密 没有公开审理 我和白初晨作为原告出庭 案之下 究竟是什么丑 什么恨 让你非要置我于死地 高义第一次捧头垢面 精神违靡 没有了盛气凌人的气势 但他眼神里的怨毒 恨不得划成刀子将我千刀万剐 做错事的人明明是你 你却到现在还在不自知 白初晨嫌弃的看着激窝头 浑身散发意味的高义 这位霸道总裁一看就是酗酒家熬夜 数天未洗澡 俊美的皮囊也掩盖不住 邋遢和一股酸臭气 更离谱的是他连律师都没请 身边就跟了一个管家 比起我这边强大的律师团 管家站在那里形单影只 高义看到我盯着他 仿佛知道我在想什么一样 拜你所赐 法务团队遣散了 你很得意吧 高义吃笑着 那是你的事情 我摇摇头不愿再理他 法官的判词里 林林总总列了十几条 除了大实位数的天价罚款 高义还将面临近十年的监禁 听到宣判后 高义面无表情 他戴着手铐脚料 经过我身边时 突然伸手想要勒我的脖子 被执法人员轻易制服 他不甘心地趴在地上 愿毒地瞪我 手铐撞得框框响 高总 你怎么总是掐人呢 这样的坏习惯 改改 我丝毫不拒地回看他 当庭作案 最佳一等哦 白初晨被助理推着轮椅过去 和管家握手 丝毫不避讳 你背叛我 高义震惊地瞪大眼睛 看着他从来就瞧不上的小白脸 白初晨 又死死盯着 从小陪他长大的管家 终于彻底崩溃 少爷不要怨我 我只是 不想再伺候傻比甲方了 管家依旧笑得温和 31 我在娱乐圈一案成名 高义案件宣判后 开始有一些女星 纷纷站出来爆料 早年出道被高义猥亵 想要新剧必须陪床 阳光底下没有新鲜事 这些人当初位于资本 不敢反抗 如今纷纷扬眉吐气 顺带蹭一波热度 而我 正在筹备参演一个新剧 白初晨在病房里 看了一个多月剧本 指导的狂徒 因为剧本冷门 干脆拉我来顶场 吓吓 你现在热度正高 最好先去接几部 仙侠古偶剧 开价又高 周期也短 经纪人S姐挽着我的胳膊 苦口婆心 拍什么狂徒 这种扫黑题材 早就过时了 谁爱看 上了就是扑 还当你赚钱 S姐白了白初晨一眼 嫌弃快一出屏幕 过时吗 可是影帝沈妍 已经答应了 她会参演哦 我笑笑 什么 沈妍会参演 我怎么不知道 S姐大吃一惊 我演的是一个 被强暴的受害人 然后奋起手 认仇人的故事 这个角色我挺喜欢的 尤其是其中一个情节 我身边亲近的人 把我的行踪和怀孕的消息 透露给施暴者的那一段 我不笑了 看着S姐 吓吓 别 别开玩笑了 S姐被我看得发毛 结结巴巴的说 没有开玩笑 S 你被解雇了 安之下 你不能这么对我 安之下 S姐撒泼打滚起来 可我早就不想要 这位唯利是图 两辈子都为了钱 出卖我的经纪人了 我合上剧本 招招手 保安开始赶人 白初晨 白岛 白岛 你快为我求求情 下下最听你的了 S姐不死心的喊着 我都听我老婆的 白初晨看都没看S姐一眼 与我食指向扣 32 距离我争取到了女二 米一号是位 演技超好的正姓前辈 他很赏识白初晨的剧本 拉了为周总来投资 这位周总有着不输高益的财力 而且从不干涉拍摄 新剧进展得很顺利 拍摄期间关注度不算高 但上映后火得一塌糊涂 扫黑除恶的题材 在一众仙侠当中 收视率破了记录 影帝沈妍 在剧中饰演一个冷酷警官 被粉丝誉为转型之作 甚至被央妈点名表扬 连带着我的名字 也有了许多曝光的机会 一时间 我从三线小配角 成为一线大花 咖位生的不是一点半点 这部剧刚上映 白初晨的下一部国民剧 就有了各种投资找上门 每个人都真心诚意 希望有机会和白岛合作 一切似乎都走上了正轨 可我还有一桩心事未了 我在等狗系统 三十三 一晃两年过去 我在娱乐圈大放异彩 和上辈子穿越女 靠着系统加buff 用道具挤兑别人尚未不同 这次 我是靠自己站在了公众面前 成了名副其实的顶流 白初晨的作品 也拿了好几个国际大奖 在一次颁奖典礼上 最佳导演奖获得者白初晨 缓缓上台 在闪光灯和一众圈内大咖面前 白初晨开始致辞 感谢大家的鼎力支持 感谢粉丝的喜欢 尤其是要感谢 一直给我动力的他 随着他的目光 聚光灯落在我身上 暗之下 我很中意你 嫁给我好不好 我会一生一世对你好 爱你 呵护你 陪伴你 白初晨竟然当众求婚了 哇哦 主神无嘴兴奋尖叫 白初晨站在舞台上 举着奖杯单膝跪地 他眉眼温柔 我看到陪伴十几年的明媚少年 成为一个众人瞩目的男人 如此优秀 如此美好 如此让人心动 周围一片圈内好友起哄声 粉丝在直播上也是疯狂刷屏 和之前的叫骂不同 这一次没有人说我是心机表和上位者 纷纷真诚祝福 我正准备回答 突然脑海里的电子音响起 剧情进度扫描 连带周围环境也仿佛突然暂停一般 系统好像大病了一场 有气无力 识别到剧情重要 NPC小宝已死亡 剧情一号人物高益身体残缺 已在牢狱 二号NPC白初晨 将晋级成为新男主 警告警告 剧情严重动坏 嘖嘖嘖 一阵嘖嘖啦啦的电流声 系统好像短路了 按之下 你疯了吗 半场之后 系统第一次不是冷丁丁 而是惊慌失措 三十四 不如你重启世界 让攻略者再来一次 我挑衅他 我要是能 早就 系统声音有些气急败坏 还有一丝信号不好的断断续续 看得出来他很虚弱 哦 你不能重启世界了 我若有所思 系统沉没了好半天 终于出生 这不过是三千任务 世界中的一个 一本填宠文 原本穿越者结婚生子 刷满爱意志 给女主一个事业爱情 双圆满的结局 就可以离开了 谁知道你重生回来 竟然选择死亡 世界攻他 做任务的功德被倒扣完 我用尽前几个世界攒下的积分 好不容易才重启世界 重启世界后 你拼死抵抗 导致穿越者穿越失败 被抹杀 我的能量也被重创 只能一边待机修养 一边想办法修正剧情 系统的电子音断断续续 我笑了 终于抓住了关键信息 这样啊 那你不能离开吗 去其他世界 重新做一个攻略 我试探 我必须将这个世界 拉回原有轨道 否则将被困在这里 系统无奈 哦 那真是太好了 我站起来 对着舞台大喊 白初晨 我愿意 自 世界恢复进程 爸总追妻的垃圾剧情 彻底崩塌 35 订婚后没多久 我怀孕了 这次 是我爱的人的 白初晨听到消息后 兴奋的在片场上窜下跳 他一边大喊着 我要当爸爸了 一边给剧组 所有人都发了大红包 也是因为 这个小生命的到来 婚期不得不提前 妈妈放下生意 赔我筹备 白初晨更是喊叫着 要给我个世纪婚礼 婚礼当天 就在我们交换 结婚戒指亲吻的时候 传来了高益的死讯 警告 重要剧情人物高益死亡 系统的电子音 滋滋啦啦 庞佛充满了痛苦 让我不有感慨 真是送我最好的结婚礼物 36 高益是自杀的 据说强奸犯在狱中 是最不受待见的那种 尤其高益这种出身名门 高抬之上 面容还俊美的 此前他遭遇了什么 一点也不难猜 不过 我一点也不同情他 相反 我是他死亡路上的推手 当初白出尘出车祸后 没多久 我妈就在路上被劫持了 幸好经我提醒 早有防范 才捡回一条命 那时候我就意识到 高益必须死 否则十年后出狱 和系统一起 指不定还能怎样作妖 可当时我不敢赌 我怕高益死后 世界再次重启 幸好白出尘果决 和管家联手 先让高家彻底破产 再把高益扔进大牢 没想到系统这个人工智障 什么底牌都招了 我再无后顾之忧 高益的宗族盘根错节 高益坐牢后 宗亲们厚斗的你死我活 又都是一群扶不起的废物 高家很快衰败下去 高家破产 高益在牢里的单人寝室 被换成集体间 合情合理 只是多凑巧 那个十二人间大通铺里 都是有点癖好的欲罢 花点钱 叫人关照关照他不难 37 最近我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情 我和白出尘亲亲 系统会滋滋惨叫 我拍新剧 系统也会为你不振 庞佛只要我按照自己意愿 过得越好 略脱离那本脑残文 系统就会越受惩罚 我每天都和白出尘秀恩爱 乐此不疲 一不小心 还在娱乐圈 混了个模范夫妻称号 每天我都听了 系统翻来覆去快死掉的声音 比鸡血还管用 督促我好好生活 直到有一天 系统在崩溃边缘 开始挨求我 饶了我吧 求求你 你在求我呀 你记不记得 我当年也是这样求你的 我平静地说 当年你只是穿越你脚踏两只船 把白出尘耍得遍体鳞伤 设计让高义撞断了他的腿 在抢救市门口 我看着媒体堵住通道 白出尘硬生生耽搁了抢救时机 落下来终身残疾 我和白出尘从小一起长大 心悦彼此 那时 我被困在身体里 看着白出尘血流了一地 穿越你无动于衷 我哭着求你 求你救救他 我知道你听到了 可是你无事了 还有我妈自杀 她被穿越你活活气死 这些都是你的杰作 还有生下那个孽种 每天和强奸 我的人生活在一起 我每时每刻都在做 都在求你杀了我 你明明听到了 不是吗 我冷笑着 七年时间的折磨 你那时怎么不救我 如今让我饶了你 我只知道天道轮回 报应不爽 系统陷入沉默 38 我是娱乐圈炙手可热的大明星 我的丈夫是国内知名导演 与我青梅竹马 情投意合 就算我只是系统口中 三千世界里的一个纸片人 我也会拼尽全力反抗 做自己命运的掌控者 抹杀穿越女 送渣男减肥造到死 囚禁完弄我人生的系统 我成功了 这一次 是由我的爽文剧本 全轮完